各位了解几个重点 当然这地方的话 第一个这个阵列 因为阵列用的非常广泛 你要速度快的话 一定要会用阵列 但是有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对阵列 其实还是 好像是懂非懂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有些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不出来 建议你用第二个方式 用复制 复制绝对做得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 你们先试试看 那接下来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利用一些时间 再带各位几个 比如说题目 我觉得这些功能都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有些功能 还是试懂非懂 后面要画一些 像家具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会画得很辛苦 所以像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题该怎么做 第一题像这边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题画法 也是有很多种 你要怎么画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有个弧 这个弧180度 我们要怎么画 刚好是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 然后最后呢 当然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用什么方式 可以另外再产生一个呢 有同学说进射 或者旋转 或者用复制 反正方法很多种 那你是不是能够做得出 像这样的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圆 那这里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如果你们有时间 先try一下第一题好了